Hello,大家好,我是小琴 今天我们来做这款小蜻蜓 首先需要一颗4毫米的淡水珍珠 一颗8毫米的粉色水晶珠 8颗4毫米的白色珍珠 然后6颗粉色的小米珠3毫米 霉红色的丝绒线,还有卡纸 先取出0.4毫米的铜丝 大概35毫米左右 然后将铜丝对折 从铜丝的一边缠一根珍珠 然后稍微拧一下给它固定 然后两根铜丝合在一起 开始穿下面的珠子 首先是3毫米的小米珠 然后4毫米的白色珍珠 然后继续穿3毫米的小珍珠 和4毫米的白色珍珠 这样穿6颗粉色小米珠和6颗白色的珍珠 尾巴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把铜丝分开 然后从一段穿过 这颗8毫米的黄米的粉色珍珠 然后另一端的铜丝也从这颗珍珠中穿过 这里两边的铜丝要同时收紧 然后往旁边拉一下 右边的铜丝穿过小珍珠之后 再从大的水晶珠里面穿过来 然后拉紧铜丝 就是蜻蜓的眼睛 然后左边是一样的操作 两边同时拽紧铜丝 底部的铜丝 把它扭紧就可以了 然后蜻蜓的身体就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做蜻蜓的翅膀部分 0.4毫米的铜丝 涂点白乳胶 头部用线铲紧固定一下 然后再放卡纸 把线铲平整 然后10克牛衣背面有没有露白 这里接着另一片卡纸 然后注意平面是对着自己 不要把卡纸弄翻了 怎么 短暂别后 下一场海会重逢 拂袖言把细笑 在等台木 担停 鸽鲜线越 偏照更轻的天使 心潮也更清 断香合走 笨下公交 静静也情 正宁两片翅膀都是蜻蜓的大翅膀可以放在一起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蜻蜓的两片翅膀都做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组装了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片翅膀都装好以后 就用这个线反复缠绕 蜻蜓的身子和头部以及蜻蜓的翅膀 都要缠绕到位 然后这样就可以固定住了 从今后坎坷 最深情意 铲紧之后底部给它打个结 然后下面多绕点线 最后线头部分在铜丝中间留紧 就可以固定了 这样一个小蜻蜓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把它放到发簪上 或者是单独做一个小发拆 都是可以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